铝箔包 铝箔包 是市面上最常见的饮料包装材料之一 却往往因为名称 让人误解材质特性 其实呢 铝箔包是属于纸容器类哦 铝箔包主要是由75%的纸 20%的塑胶 5%的铝所组成 那它总共是由6成所组合 4成的塑胶 1成的铝箔跟1成的纸 制作而成的 那主要是在保护我们的饮料 它可以隔绝阳光 异味各方面 它可以把食物保存到最好 因为包装材质 含有不易清除 处理及腐化的成分 废铝箔包 早已公告为应回收的项目 必须分类回收后 才能送往合格的处理机构 当我们用链车 将铝箔包 放在散江炒银内 打浆完成 把纸浆抽离 铝箔包跟P1的话 全部夹起来 利用清洗nano造粒 这样的构产 目前常见的处理方式呢 是利用水粒散江 及铝素分离技术 将纸类 塑胶 铝箔等材质 进行回收 那这些纸浆 做出来的纸浆呢 就是我们的产品 销售到各个客户端 他们可以用来做 比方说笔记本啊 一些明信片卡 甚至于各种材质的 一个纸类产品都有 那塑胶部分呢 大部分会做成塑胶袋 或者是压层 我们一般称为压板 那铝箔部分呢 我们会用于我们肺水 做一个凝极剂的使用 所以肺铝箔包 是不能看成垃圾哟 但是却也不属于一般肺脂类 它是可以回收再生利用的 我们应该做好分类回收 让所有的资源 都能走向正确的途径 看你最大事 嘎呗 三脑